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如今跨国婚姻早已屡见不鲜 然而如果能通过婚姻 一跃成为某泱泱大国总统的弟媳 可能还真的不多见 今天咱们就来看这样一对中美结合的家庭 女方来自中国河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 男方可就厉害了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亲弟弟 马克·奥巴马 这两人的结合到底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他们的婚后生活如常人般一样吗 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但关于奥巴马的私人信息 一直透露的比较少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奥巴马还有着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奥巴马全名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而他的弟弟马克·奥巴马·迪普 虽说没有像哥哥一样 有着当过总统的履历 可同样也不是凡人 与奥巴马不同的是 马克不喜欢搞政治 他从小就很聪明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美国名校布朗大学 并且在校期间 攻读了物理学及数学专业 获得了双学位的证书 早年 由于奥巴马的爸爸经常喝酒 每次回到家都是醉酒熏天 还总是家暴奥巴马的母亲 看到这样的父亲 奥巴马非常失望 不久后 他的母亲便与他的父亲离了婚 离婚后奥巴马的父亲 选择了二婚 并与他的妻子生下了马克 由于奥巴马的父亲 从来不改正自己的怒息 马克也非常讨厌他 期间奥巴马从来都不与 这位父亲联系 直到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 奥巴马才见到这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马克 奥巴马的父亲 由于一场车祸 失去了生命 父亲去世后 马克在家人的引荐下 投靠了奥巴马 原本以为 马克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但是奥巴马看到他后 觉得他非常能干 于是给他介绍了一个 非常适合他的新工作 好景不长 没多久 马克由于经济危机 失去了工作 原本他可以向这位哥哥 求助寻找新的工作 然而他却没有 反而独身一人 来到中国打拼 并产生了 留在中国定居的想法 此刻 我们就要请上 故事的女主角了 河南女孩刘雪华 带着美好的憧憬 来到了中国的马克 为了实现 留在中国定居的想法 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每天除了工作 就是学习 为了更好地融入 中国的生活 他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他向朋友们请教 中国的文化知识 和生活常识 不仅如此 他更是利用空闲的时间 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 在他学习中国语言时 他遇到了一个中国女孩 没错 就是刘雪华 两人的关系 很快迅速升温 雪华生来自带 北方人民的热情 温柔而大方 马克与他相识后 便被他身上的 发光点吸引了 马克向他展开了 强烈的进攻 后来他成功地 追到了这个女孩 当他的女朋友 两人恋爱以后 双方都有意 进入人生下一个片章 但毕竟雪华 来自一个传统朴实的 河南家庭 当时父母极力反对 希望他能找一个 中国小伙 共度一生 沉浸于爱情的他 坚信这个外国小伙 能够带给他幸福 于是 他便嫁给了 这个外国小伙 并且有意思的是 他们结婚后 雪华才告诉父母 马克是前美国总统 奥巴马 同父异母的弟弟 父母知道后非常吃惊 他们完全看不出 这个踏实能干的小伙子 背后还有这么大的背景 不过要知道 这两个结为夫妇的人 有着完全不同的 生活背景 教育学历 甚至肤色都相差甚远 那两人过了 爱情甜蜜期后 还能踏踏实实地 在一起过日子吗 那还是肯定的 如今 他们的生活 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 女孩不仅 教马克学习语言 解决沟通上的问题 她还为教马克 做中国家常菜 现在的马克 可以说是一个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的好男人 在中国 这大概是形容好男人 最好的词语了吧 当初 马克和河南女孩 是因为中国汉字 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 马克在中国汉字书写方面 十分的厉害 他不仅能够流利的书写中文 他书写的行书和草书 还非常的漂亮 甚至比一些中国人 写的多要好 如今 马克和河南女孩 一起创办了一家公司 他们为了未来的生活 一起努力着 他们未来打算要一个孩子 于是他们拼命地赚钱 希望能够给孩子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 这夫妻俩人还会利用 空余时间 以公司的名义 做一些社会性的慈善活动 他们曾经先后 不断地为中国一些 贫困地区的学生捐款 生活虽然有压力 但是这一点 都不影响他们 相爱心的心 更难能可谓的是 马克也从不利用 自己的哥哥 为自己赚取名利 有一次 他为自己新发行的书 开一个宣讲会 海报上写着 美国总统的弟弟 几个字眼 马克只看了一眼 便告诉公司 希望可以去掉这个 这正是由于 自身足够的优秀 以及因时的家庭生活 才能带给他 足够强大的自信 好了 以上就是这段 波剧传奇色彩的 跨国婚姻 一段关系的幸福与否 完全取决于 二人经营的结果 就像马克和雪华这样 哪怕前有再多艰难险阻 两人终会携手解决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